记者蔡宗勋家县报道,嘉义县水上乡一间铁工厂,国庆前夕传出枪声,吕姓老板因小敬同业上门谈判工程款时爆发肢体冲突,吕某愤愤不平,离去后又持一把改造手枪返回工厂,朝肖南腹部开一枪,致肖南伤重,国庆前夕敏感时刻发生枪击案,仅其立即四处围捕,案发二小时逮捕吕南。 证讯后,今天上午一杀人未遂等罪一送法办。 警方调查,55岁女性男子在水上乡大伦村经营铁工厂,与33岁同行肖静男子有工程款纠纷,肖某昨天晚上11点登门谈判,结果双方一言不合护欧,吕某不敌年轻力壮的肖某静离开自家铁工厂,去拿改造手枪返回工厂, 持枪找肖某理论,对肖某灯门踏护预奖预生器,朝肖南腹部开了一枪,附近居民听到枪声报警,吕某则西枪逃离。 肖某由肖房救护人员送往嘉义长更医院急救,由于伤及小肠及大肠腹腹腔大量出血,一度命违,经医院做修补手术,目前已无生命危险。 由于枪击案发生在国庆日前期,水上警分局长陈俊明马上召集侦查队及远警弃捕,休假远警也被返回。 占案小组执行查房与实施封闭式扩大灵检轻误中,在案发后二角时内就在水上香气补到履性嫌犯查扣改造手枪一支弹夹一个子弹一颗等。 履嫌公称改造手枪屑是已故存信有人所记。 放弹警方对其说法存疑除追查枪弹来源也将调查该枪是否涉及其他刑案。 警讯后将于某一涉嫌杀人未遂、枪炮等罪嫌疑送加异地检查侦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